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源频道,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,好人有好命,人傻钱却多的五大生肖,一辈子贵人最多,看看有你吗?我们经常说傻人有傻福,这句话在风水文化中,有一定的道理。 生活中总会有些人,看起来傻乎乎的老好人,其实他们只是比较天真,正是这样的人,走到哪里都招人喜欢,而且能够逢凶化吉。 那么,什么生肖的人人傻钱多,注定好人好命,可以老老实实享福呢? 生肖羊,在许多人眼里,属羊的朋友,属于情绪很平稳,很少大喜大悲,做事上也很平静,不会急功冒进或者停滞不前。 从世俗的眼光看,他们大多平平凡凡,但是一生的好运都很不错,这是因为他们天资聪颖,把一切利弊都看在眼里。 懂得制衡之术,常常一意待劳,生肖牛,属牛的人心眼时,为人一根筋,除了脾气强点,其他方面,实在是好到一塌糊涂,总是做老好人,为了帮别人把自己搭进去,吃亏了也只是黑黑一笑,不记仇也不生气,心态十分乐观。 属于越吃亏,越有福气的人,不光运气很好,横财也偏多,生肖兔,属兔的人看似精明能干,其实就说刀子嘴,豆腐心,心软而根子也软,就说硬在了嘴上,出了名的热心肠,乐于助人,帮起别人来, 甚至会把自己搭进去,生性逞强,吃了亏也不说,其实为了别人没少吃亏,自己倒没捞住什么好处,这样耿直善良的属兔人,终究会遇到懂得珍惜他的人,让他老老实实享福。 生肖猪,很多人认为,属猪的人就是迟钝,木讷傻里傻气,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,他们不但很聪明,而且很细致,形势稳健,只不过他们,身上的敦厚和善良,误让人以为他们是傻, 其实他们才治过人,做任何事情,都会有出色的表现,因福星加持,贵人辅佐,所以他们,更易获得事业成功,赚钱特别容易,富贵双全,生肖狗,属狗的人内心刚毅,能吃苦耐劳,虽然外表,给人感觉老师本分很木认,有点傻, 但是其实他们为人精明,非常具有同情心,而正是这种善良的特质,让属狗人拥有了不错的人缘,若是能力充分发挥,必是行业岗位上的佼佼者, 亦获得成功,他们赚钱能力也非常强,能白手起家,富甲一方,纳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,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兄化吉,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 财源广敬,孝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年年有余, 世事顺兴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生孝姬,特别是1957年,1969年,1981年出生的人,快来接喜吧, 在此旧迎新的时刻,生孝姬在2024年,将迎来一片,喜庆的好运连连之年, 对于那些出生在1957年,1969年,1981年的姬儿们来说, 这将是一个,充满机遇和成功的年份,宛如绚丽的彩虹将扫过天际, 带来无尽的幸福与喜悦,让我们一起,迎接这美好的岁月,享受生活, 所赐予的宏伟与光辉,2024年,对于生孝姬来说,将是一个喜事连练的年份, 特别是那些出生在1957年,1969年和1981年的人,将迎来更多的好运和机会, 无论是事业上的突破,爱情的甜蜜还是财富的风营,都将充满喜悦和美好, 让我们一起,来细细品味这些好事,感受其中的喜悦和幸福, 对于1957年,出生的姬儿们来说,2024年,将是事业上的重要突破, 你们将面临许多机遇,能够展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, 无论是在工作中获得晋升,还是创办自己的事业,都将有助丰厚的回报, 这一年,你们将找到自己的定位,实现事业的飞跃,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, 1969年出生的姬儿们,将在2024年,迎来爱情的甜蜜和稳定, 无论是已有伴侣的你们,还是单身的你们,爱情都将充满幸福和温暖, 对于已有伴侣的人来说,你们的感情,将更加牢固和稳定, 彼此之间的理解和默契将不断增加,而对于单身的人来说, 你们有机会,遇到那个特别的人,与他他分享美好的时光, 爱情将成为你们生活中,重要的支持和激励, 1981年出生的姬儿们,将在2024年迎来财富的风营, 你们将有机会在,投资和理财方面取得成功, 获得丰厚的回报,无论是稳健的投资组合, 还是创业项目,都将带来可观的财富收入, 然而,记住要保持谨慎和理性,不要贪图一时的报复, 而是持续进行稳健的投资,和理财规划, 让财富保持稳定增长, 除了事业和财富,2024年对于生肖姬来说, 还将是身体健康的一年, 特别是1957年,1969年和1981年出生的人, 身体状况将保持良好,充满活力和精力, 然而,也要注意合理的休息和保养, 避免过度劳累,和不良的生活习惯, 以保持身心的健康与平衡, 在2024年,生肖姬的人际关系, 将更加和谐融洽, 你们将拥有更多的社交机会, 结识新朋友和拓展人脉, 这些人际关系的建立和维护, 将为你们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帮助, 同时也要学会与人相处的智慧, 保持良好的沟通和理解, 建立真诚的人际关系, 2024年对于生肖姬来说, 将是学习和成长的一年, 不论是专业知识的学习, 还是个人兴趣的追求, 你们都将有机会不断提升自己, 通过学习和思考, 你们将不断拓宽, 自己的眼界和知识面, 为未来的发展, 打下坚实的基础, 最后2024年对于生肖姬来说, 将是一个幸福和成功的年份, 特别是1957年、1969年, 和1981年出生的人, 你们将迎来好事连连, 事业、爱情、财富等各个方面, 都将充满喜悦和美好, 让我们一起期待, 这个充满希望和机遇的年份, 享受生活所带来的幸福和成功, 那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, 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 所求如意, 逢兄化吉, 神志动达, 幸福如意, 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 万事圣意, 财源广敬, 笑口常开, 生意兴隆, 蒸蒸日上, 福如东海, 寿彼南山, 年年有余, 世事顺心, 万寿无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最心疼父母的三个生肖, 孝顺不肯老, 对爸妈关怀备致, 有他们晚年会很幸福, 在传统文化中, 孝顺父母, 被视为最重要的美德之一, 生肖不仅影响住一个人的性格, 也反映了, 一个人的家庭观念和责任感, 以下是三个最心疼父母的生肖, 他们不仅孝顺不肯老, 而且对父母关怀备致, 让父母的晚年生活, 充满幸福和温暖, 生肖牛, 勤劳朴实, 体贴入微, 生肖牛的人以勤劳朴实著称, 他们脚踏实地, 认真负责, 在对待父母的问题上, 生肖牛的人, 表现出了极高的孝心, 他们懂得父母的辛苦和付出, 从小就励志, 要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, 生肖牛的人不肯老, 他们依靠自己的努力工作, 和勤俭节约, 力求让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, 他们体贴入微, 关心父母的身体健康和生活需求, 时常陪伴父母聊天, 散步, 让父母感受到家的温暖, 在他们的关爱下, 父母的晚年生活幸福安康, 一、孝顺不肯老, 生肖牛的人, 自小就懂得父母的辛劳, 他们长大后, 不仅不会依赖父母, 还会尽自己的能力, 去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, 二、对爸妈关怀备至, 生肖牛的人, 在生活中总是细心照顾父母, 无论是生活上的琐事, 还是精神上的陪伴, 他们都会尽其所能, 让父母感受到温暖或关爱, 生活照顾, 生肖牛的人, 会关注父母的健康状况, 定期陪同父母体检, 确保父母的饮食营养均衡, 居住环境舒适, 精神陪伴, 他们懂得倾听父母的心声, 陪伴父母度过闲暇时光, 参与家庭活动, 让父母的生活充满乐趣, 三、晚年幸福, 有了生肖牛的孝顺和关怀, 父母的晚年生活, 自然是幸福美满, 他们不仅在经济上给予支持, 更在精神上给予慰藉, 让父母安详晚年, 生肖兔,温柔善良, 关心父母, 生肖兔的人温柔善良, 他们内心细腻, 善于察觉他人的需求, 在家庭中, 生肖兔的人, 对父母的关心无微不至, 他们懂得尊重父母的意见, 关心父母的感受, 时刻关注父母的身体健康, 生肖兔的人孝顺不肯老, 他们努力工作, 力求减轻父母的负担, 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, 他们会为父母, 提供舒适的居住环境, 陪伴父母, 度过每一个温馨的时刻, 他们的关心和陪伴, 让父母的晚年生活充满幸福, 一,孝顺不肯老, 生肖兔的人自立自强, 他们尊重父母的劳动成果, 不愿意成为父母的负担, 总是努力工作, 用自己的成就来回报父母, 二,对爸妈关怀被制, 生肖兔的人, 对父母的关心无微不至, 他们总是能够敏感地捕捉到, 父母的情绪变化, 即使给予安慰和帮助, 细心观察, 生肖兔的人, 会注意父母的需求, 从生活中的点滴细节入手, 为父母解决实际问题, 情感支持, 他们擅长用, 温暖的语言和行动, 来鼓励父母, 让父母感受到, 家庭的温暖或安全感, 三,晚年幸福, 生肖兔的人, 让父母的晚年生活, 充满了爱与关怀, 他们的陪伴和照顾, 让父母的生活, 更加安心和舒适, 生肖兔, 善解人意, 照顾父母, 生肖兔的人, 善解人意, 他们富有同情心, 懂得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, 在父母面前, 生肖兔的人表现得十分孝顺, 他们尊重父母的意愿, 关心父母的生活, 努力满足父母的合理需求, 生肖兔的人不肯老, 他们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, 为父母创造一个, 安逸的晚年生活, 他们照顾父母的日常起居, 关心父母的身心健康, 让父母感受到家庭的温暖, 在他们的陪伴下, 父母的晚年生活幸福美满, 一, 孝顺不肯老, 生肖兔的人, 明白父母的辛苦, 他们不仅不会依赖父母, 还会在有能力的时候, 积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, 二, 对爸妈关怀备致, 生肖兔的人对父母的关怀, 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, 每一个小细节, 他们总是能够给予父母, 最贴心的照顾, 经济支持, 生肖兔的人, 在物质上尽力满足父母的需求, 让父母的生活无忧无虑, 时间陪伴, 他们会抽出时间陪伴父母, 参与家庭活动, 增进家庭感情, 让父母的生活丰富多彩, 三, 晚年幸福, 有了生肖养的孝顺和照顾, 父母的晚年生活, 自然充满了幸福和满足, 他们的存在, 让父母感受到了, 家庭的温暖或依靠, 这三个生肖的人, 都以孝顺父母为己任, 他们的关爱和照顾, 让父母的晚年生活充满幸福, 生肖牛, 生肖兔和生肖羊的人, 他们不仅孝顺不肯老, 还对父母关怀悲剧, 让父母的晚年生活, 充满了幸福和安宁, 他们的行为告诉我们, 孝顺不仅仅是传统美德,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责任, 让我们向他们学习, 用行动去关爱我们的父母, 让他们晚年生活, 得更幸福, 更安心, 纳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, 平安顺利, 及神相随, 所求如意, 逢兄化吉, 神志动达, 幸福如意, 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 万事圣意, 财源广进, 笑口常开, 生意兴隆, 蒸蒸日上, 福如东海, 寿比南山, 年年有余, 世事顺心, 万寿无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留下自己的心愿,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 自立等人, 大愿就可以实现。